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中市中区的光复国小外操场跑道 年久失修补丁严重 无论是学生或是民众到这里来运动 都有可能发生受伤的意外 尤其下雨天的话 这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因此在明代协助下 争取780万的经费来改善跑道 预计11月完工 跑道东一块西一块就像贴了狗皮药膏 这里是中区光复国小的外操场 200公尺的跑道因为年久失修 到这边运动的民众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发生受伤的意外 尤其是下雨天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下雨之后他们来这边跑步 那个跑道会有一种 你踩到水那种滋滋的声音 而且它会很容易会湿滑 那那种滑我们来看之后 发现并不是跑道的表面所造成 而是它的底层那种黏着层 它已经挥发已经脱落 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 你的温度差异造成它脱胶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结束校 燕童议员还有庭文委员 为我们学校还有附近的居民 争取这么好的设施 这就是现在他们在使用的操场 夸张的还不只有这 立委罗廷伟和张燕童议员 两人合力掀起救世的 批批人工草跑道 跑道瞬间被掀开一大半 超级夸张 由于年久实修加上底部的胶 都已经没了黏着的功能 导致危机四伏 因此地方明代就争取到中央 全额补助780万元的经费 整修跑道 预计11月就会完工 原本的材质人工草皮已经不复实用 我们现在争取PU跑道 预计在11月底会完工 光复国小的外操场我们来会看之后 我们立即跟体育署争取经费 那这一次体育署全额补助780万 那学校目前也已经顺利发包 预计11月底能够完工 那我们也会督促厂商尽快完成 然后把这样的优质的场地 提供给我们民众和学生 明代齐心协力为地方发声 争取到整件的经费 就是要给光复国小的学子 以及周边的民众 一个更安全又舒适的运动空间